部長就職多久了 還沒滿兩個禮拜 應該說還沒有滿十天 部長 您所在的位置 是全國的檢調體系 都為你馬首是瞻 你要特別謹慎你的言行 尤其這在神聖的國會殿堂 不要在這裡配合執政者 來營造你的立場 跟帶一些錯誤的社會示範 讓下面啟而效尤 逢銀拍馬迎合上役 司法的風氣要調整 我想部長首當其衝 要以身作則 您認為對不對 司法本來就是 本來不是逢銀拍馬 那我想這是我們堅守的一個信念原則 好 謝謝 請問一下 您今天是部長還是大法官 我是部長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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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大法官的職務在這裡發言嗎 大法官有一個職權 那是委員的一個詢問 我們必須要 立法院的 立法院的修法提案 刪讀通過的案子 是可以你來決定有沒有符合三權分立嗎 有沒有符合毀憲亂政嗎 是你可以決定的嗎 我想這個是社會上是有一些的意見 我們也希望整個 社會上有意見 一個法律人 在沒有明確的法律出來以前 你可以在國會殿堂以部長的名義 取代大法官 來表示大法官的意見嗎 我們沒有要取代大法官的意見 好 那請你謹言盛行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法務部本來就應該要 中立 本席再強調一下 司法 是國家社會 最後正義的防線 一定要秉持公正 我們請那個秘書長一起好嗎 抱歉抱歉 部長秘書長 本席請教一下 這個透過中央社這麼多媒體報導 本席不請教不行 一個郭台銘的事件參選總統 預備會選罪 全國發生數十起 幾乎都是醫科罰金都了事 唯獨現任的屏東縣的議長 這不是重罪 為什麼收押了五個月 然後 現在起訴以後 依然在收押 會選的事件 有需要起訴以後 還要收押嗎 秘書長請回答 向委員說明 那 說這個涉及到個案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一個正堂 你不能永遠以個案來回答 不是 今天 今天 既然是已經起訴了 那如果 起訴的資料不齊全 為什麼可以起訴 那既然已經起訴證據齊全 那為什麼還要收押 請問一下部長 請問一下秘書長 因為這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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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兩公約 不是無罪推定嗎 是不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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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壓有… 不是 民主長 本席請教你嘛 國… 國… 人權兩公約 是不是 無罪推定 這個應該是一個大原則 一個大原則 好 那既然已經起訴了 應該證據齊全 為什麼還在收押 因為… 他要收押 好… 你現在一直在強調個案 那本席就不… 現在不跟你談個案 也請教… 秘書長 也請教部長 請問一下 各媒體報導 這不是誰講的 是在法院正式公開審理 錄音檔有聽到檢察官 對… 偵訊人說 大局為重 給一點時間來處理查證 好… 這一句其實也還好啦 那請問一下部長 部長 檢察官講的大局 什麼叫大局 我不瞭解這個個案 這個大局 不是 這不是個案 本席請教你 一個正常檢察官 會不會講 什麼叫大局 什麼叫大局 我對案情不瞭解 這個大局 這個媒體已經報導這樣子 這不是說你了不了解 不了解 你還是要給本席 今天沒有回答 還是要有書面回答 好… 這是貴部的檢察官 對著偵訊人 錄音錄影的情況是要講的 所以才在法院開院的時候 聽到錄音檔是這樣 公開審理 在場所有的記者都聽到 所以共同的報導 國會當然要關注 什麼叫大局 請部長回答 我們再來瞭解 好好…你再瞭解 再過來第二句話 涉及政治案件 不是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什麼叫政治案件 檢察官心裡還有政治嗎 不是依法辦案嗎 這部分我們再來瞭解 然後還要再瞭解 因為這個… 部長 每一天的資訊這麼多 但是關於法務部的 就這麼一兩件 你也關心一下嘛 你知道了 社會對這個質疑 你是不是第一時間叫 趕快瞭解清楚 不然你怎麼到國會來 備詢呢 以及渲染大波 你可以自若網文嗎 反正社會注意的事情 我們都會… 都會… 再講一次 檢察官說 這是政治事件 不是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那請問誰可以決定 是部長可以決定 還是誰可以決定 我不清楚這個… 所以我必須要再去了解 錄音檔就這樣播出來了 檢察官這樣說的 檢察官這樣說的 再過來 上面要同意 不是要同意 上面都同意 都 那不是一個人 他的上面不是一個人 都同意 再放人 上面有哪些人 要都同意 是哪些人 部長 這個我不清楚個案 好 現在已經不是個案了 這個已經是矚目事件 已經涉及 司法調查是否公正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這不是個案 司法調查是否公正 部長 今天你可以回答 你不清楚 請你 把這個案子 給本席一個書 正式的書面回答 本席今天正式提出 好 在這裡錄音錄影 我們有成… 我們在國會正式的來 來詢問這樣的問題 檢察官可以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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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國家的檢察官 還是國家的檢察官 部長 我們再了解 再做一個釐清 好 這部分委員要… 給本席書面回答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既然往下的女生 夾身體健康 試圖 跟妳說 儀式